好那這次的評比呢說真的有一點點的殘酷 因為呢其中有五支 在市面上真的相當的熱門 幾乎是人手一支 相信大家一定都買過其中一樣 但是呢我們不得不say sorry 他沒有過關 而當然這集呢也會有我們團隊評比過關的好防曬 那麼以下呢我就一一的分析給大家聽 夏天來了 雖然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真的是建議大家 能不要出門就不要出門 最好跟我一樣 當個邊緣人 能夠有多宅就多宅 但是人生偏偏就很累 老闆又偏偏那麼急車 怎麼可能不上班呢 那一路上太陽這麼大 他曬不死新冠肺炎 卻把我們曬得又老又黑 所以啊我去跟我那些 在康市美區城市保雅 這些開架市場的朋友們聊了一下 發現防曬這個品項 依然賣得猴猴啊 於是我們團隊 就把市面上面 大家網友喜歡的 熱門前50名防曬 全部買回來了 你們看 裡面呢除了是網友 Ride的品項以外呢 也還有很多 都是醫師專家們 重測過防曬力的品項喔 那因為品項真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會拿出幾款 非常有代表性的來講 而其他沒講到的呢 雖然我們也有試用跟分析 但如果沒拿出來講 就是不推介 那我們選品的標準啊 當然除了好不好用 會不會曬黑 這麼基本的以外 我們還針對了三點 一般不太會分析到的 關鍵因素來做評比 第一個呢是這個防曬品 必須要同時具有 抵擋UVA跟UVB兩種紫外線波段的 而第二個 當然它的整體成分配方性 必須要低風險 不管是對我們人體 對環境 都要盡量少傷害 而第三個呢 則是我們會挑選 擁有比較長時間 防曬力的品項 這樣才不會因為 阿姨不小心忘了補 我們立刻就曬黑曬傷了 好那這次的評比呢 說真的有一點點的殘酷 因為呢 其中有五支 在市面上真的相當的熱門 幾乎是人手一支 相信大家一定都買過其中一樣 但是呢 我們不得不 say sorry 它沒有過關 而當然這一集呢 也會有我們團隊 評比過關的好防曬 那麼以下呢 我就一一的分析給大家聽 一開始呢 就先講幾個 不喜歡的代表做好了 不廢話 直接幫大家避雷 首先呢 第一罐就是 BOA他們家的防曬乳液 它的優點呢 就是便宜便宜 超級便宜 即使你拿來喝 你都不會心疼 可是缺點呢 就是它超容易曬黑 我真的是屢試不爽 我每一次用每一次黑 而且它在我的臉上 非常的容易長粉刺 所以基本上呢 我都是拿來擦身體跟脖子的 因為它這麼便宜 我就像大面積的在全身這樣擦 我也不會心疼 可是每次一整天下來 我就會發現我脖子的後面 跟我衣服沒有遮蔽住的手 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會很明顯的發現 有色差 有色差 哈囉 那請問我到底在擦什麼 這個會曬黑的防曬 到底為什麼要叫防曬 我覺得便宜是一回事啊 雖然它在排行榜上 一直都是前幾名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再用它了 因為我認為 防曬最基本的功能 還是不能曬黑 好 第二款呢 則是Carnable他們家的 UV高效防曬凝露 這一款呢 在開箱市場中 也是賣得爆炸好 老實說它的外觀真的漂亮到一個 我覺得所有防曬露裡面最美的 它日系的外型呢 我超愛 而且它擦起來呢 非常的清爽 也不會黏膩 然後也不會泛白 另外呢 它也沒有添加香精香料 因為它裡面的防曬劑 用了所謂的 ECO Hexio Mesocinamate 那這個呢 是非常著名的海洋珊瑚殺手 縱使呢 它的外包裝上面 寫著它可以去海邊的時候用 但我真心建議 拜託去海邊 不要用 而我看了一下整體的配方 其實老實說 為什麼要添加 這個ECO Hexio Mesocinamate 我真的不懂 因為它是用來防護UVB的 可是這一罐的成分配方裡面 也已經有其他防護UVB的啦 比如說裡面添加的 ECO Hexio Triazone 以及Tinsorb S 這兩個其實對UVB 就已經很好的防護了 老實說真的可以拿掉桂皮酸鹽 而這一罐呢 還有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雖然它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但是在我的臉上 它就是會長粉絲 可能是因為它裡面用到了 我以前一直在講 我很討厭的一個 人工合成紙 叫做Isopropyl Palmitate 那我真的是用這個成分 屢用不爽 都長粉刺 所以縱使它擦起來很清爽 但我還是不會推薦這樣的品項 而再來呢 這是鼎鼎大名的 李夫寶水他們家的 安德利清爽防曬噴霧 其實他們整個安德利系列啊 都有被知名的醫師拿去做防曬檢測 是相當優秀的 這點我也不否認 可是老實說 這一罐呢 是我今天所有品項裡面 我最不推薦 原因是因為 他們整個系列裡面 用到的防曬配方 我都不喜歡 裡面用到的一個 主防曬成分呢 是Homo Salate 它其實在過去的文獻中 已經顯示了 它會去提高 其他的成分 滲透進我們肌膚的機率 而偏偏呢 這一罐裡面呢 還添加了另外兩個 像是Octocrylene 以及Alvo Benzone 這兩個呢 對珊瑚 以及對人體 都非常有疑慮的成分 如果它被有效的 更滲透進我們的肌膚裡面 那我就會覺得整體配方 稍嫌不安全了一點 當然我就會嚴重的建議 孕婦跟小孩不要去使用 那再加上因為 打不開 我手上永遠有插了護手霜 所以太油了 根本打不開 不開了 算了 Fine 尤其是它是噴霧狀的 所有噴霧狀的防曬 基本上我都不太會推薦 一來呢 是它增加了我們吸入性的危害 二來呢 則是其實你噴的時候 大部分都不是在你的身上跟臉上 大部分都是在空氣裡面 所以你根本就是在屠殺這個環境 雖然這樣子的防曬呢 我本身是不推薦的 可是呢 綜合平衡來講 與其你去直接面對紫外線 兩害相權取其親啊 紫外線還是比較可怕 所以啊 如果你其他的防曬 你都沒辦法用 你用了你的肌膜就是不適合 又或者是你上了妝 你要補防曬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噴霧狀了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去使用 說老實話 我覺得還是情有可原啦 只是我自己是不推薦 所以性量不使用 再來下一個沒有入選 我們推薦品項的呢 則是NARF他們家的 防曬水淋露 它的優點就是溫和 溫和 超級溫和 它在我肌膚當初 皮膚炎的過程中 我大概95%以上的防曬 我都不能使用 可是我使用它的感受 就是非常的好 但因為它的防曬成分裡面 只有氧化心 可是氧化心對於 UVB這個波段的紫外線來講 防護力是比較不夠的 再加上它的質地其實偏水 所以呢 它很難在我的臉上擦厚 那上型之下呢 當然防護力就會不足 它算是在我特殊時期 我才會使用的一罐防曬 那如果呢 我還能夠擦其他防曬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會先選其他防曬的 我覺得同時要防護 UVA UVB 這件事情是相當重要的 而最後一個呢 今天我不推薦的品項呢 則是曼秀雷敦 他們家的水潤肌柔光透亮 防曬勢底凝露 薰衣草紫色 我覺得它的優點就是 它的潤色效果 真的還蠻不錯的 每次擦在臉上 它可以讓我們的泛黃感 變得很白很透亮 這也就是為什麼 它在開架市場中 一直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也就陸陸續續看到了 好多家廠商就跟進 開始做了這種薰衣草紫色的防曬 那當然也不只這一家 我看到很多的 像這種帶紫色調的防曬 全部它們用的防曬成分 都是 ECO HECO Mesham Cinamate 至少我看到的都是 那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這個防曬的成分 我就是不會推薦 而另外呢 你們知道彩妝界 有什麼叫做試底乳嗎 它就是可以去校正我們的膚色 那它也就是常見的 就是也就是會有膚色 我會認為說呢 與其要校色我們的肌膚 不選一罐成分好的防曬 那後續你要校色 你再去用試底乳校色 其實對你的肌膚來講 以及對環境來講 都會好不少 好以上呢 就是我比較不推薦的 五支熱門的產品了 當然呢 接下來我會講一些我推薦的 可是其他我沒有講到的品項 就是我沒有推薦 那沒有推薦的原因呢 不外乎 全部都跟我剛剛提到的那些 不推薦的理由 一模一樣 所以我才會挑這支 五支代表性的出來講 那其他的呢 反正原理是一樣的 你自己去試面上 拿起來成分來看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不推薦 而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我推薦的幾個品項 好 接下來呢 在這將近50個防曬品項中 被我們挑選出來的 除了符合我剛剛提到的 很重要的三點原則以外 以下這幾支 都是我們團隊中 實差起來覺得 欸 膚感相當不錯 都是偏清爽型的 而且呢 他們也不會起屑 也比較不會讓我們的肌膚長粉刺 重點是 全部都沒有海洋危害成分 以下呢 我就會針對他們的膚感 以及優缺點分開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瑪蓮姐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趕快來投稿喔 首先呢 我們推薦的品項中 前兩支是物理性防曬 後面則是化學性防曬 第一支呢 物理性防曬就是 柯潤 他們家的 靜潤保濕防曬乳 它呢 是純物理性防曬 由氧化氫 以及二氧化氮 所組成的防曬成分 那成分配方呢 相當相當的溫和 也不含色素 不含傷精 香料這些的 所以孕婦 小孩 通通都可以使用 那身為物理性防曬 或多或少都是會泛白 可是它泛白的程度呢 我覺得蠻好看的 而且也不嚴重 大概就是比素顏霜 再透一點點 只是呢 它的小缺點就是 它的質地很水 不容易擦厚 但我自己實際使用下來 我也沒有變黑 所以倒也還好 可是雖然它的質地是水水的 但是擦在臉上 剛開始我會覺得有油感 可是這個油感呢 差不多兩三個小時左右就沒有了 可是反而呢 會變成一種 咬皮膚的乾燥感 我會覺得我臉下的細紋 都變得特別的明顯 然後肌膚變得有點緊緊的 除此之外呢 其實我會出油 但是這一罐防曬乳 到了晚上 我用一般的卸妝 跟洗面乳也洗不掉 我一定要用卸妝力 比較強的卸妝乳 或者是卸妝油 才能徹底的把它 從我臉上帶走 所以總結的來講呢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個 會卸妝的人 那以及呢 你本身皮膚含水量就夠 比較不容易覺得肌膚乾的 那麼這一罐 我覺得一定會是你的蜜糖 整體而言我算是蠻喜歡的啦 但因為一定要卸妝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可能就是會推薦 但不會是我的首選 反正以下推薦的就是推薦啦 我也不會告訴你我首選的是什麼 接下來第二支物理性防曬 則是Dr. Wu他們家的 低敏物理防曬乳 它也是純物理性的防曬 然後它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所有防曬裡面 成分配方最單純的一支 再加上它因為不含 香精香料色素啊這些的 所以小孩子跟孕婦 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因為裡面添加一些舒緩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屬於肌膚比較敏感 或者是曬太陽 或者擦了防曬之後 容易起紅啊 癢啊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覺的人 那麼這一罐我覺得就會相當的適合 另外會推薦的原因則是因為 Dr. Wu的這整個系列 都有經過防曬力 8小時不衰退的檢測 但是 但是 就像我之前的防曬影片裡面所講的 我還是不會建議大家就是 噢擦了之後就不補防曬這個 因為你還是要根據你個人的使用習慣 去補擦好嗎 而它的缺點部分呢 則是因為它畢竟是物理性防曬 所以就跟所有的物理性防曬一樣 它們都會有泛白的問題 為了要達到SPF50以上 所以呢 它的二氧化態添加的其實是濃度蠻高的 那我會建議你如果擦了它之後 最好要上一點妝 你的氣色才會比較好看 除了它的泛白問題以外 我覺得肌膚就沒有什麼缺點了 因為它擦起來呢也清爽不黏 然後卸妝呢也還蠻好卸的 再加上舒緩的效果呢 我自己實測之後 確實我的肌膚有感受到 它曬後是相對的穩定 它的整體配方在防曬界中 算是數一數二單純的 如果你本身是很習慣用物理性防曬的人 那麼這罐真的可以試試看 下一個推薦的呢則是Kiehl's他們家的 極高效清爽淋油光UV水凝露 以下就都是化學性跟混合性防曬囉 那這一款呢是Kiehl's他們家主打SPF防曬力的 其中一支沒有看到環境危害成分的 而且啊 UVA UVB的波段都有照顧到 它還有控油的能力 像是我自己實測 我擦起來原本兩點會出油的 擦了它之後我大概四點左右才會出油 可是啊 由於它的質地呢雖然叫水凝霧 但擠起來是乳液狀的 那我擦在臉上呢 不會油 可是它會有一種亮亮的 像油光的那種光澤 所以呢雖然它會控油 但是我的臉看起來就是有油光 而且擦桌呢還會有一點點悶悶的 那這個用量就是要控制好 基本上它會顯油光 然後呢它又是乳 但它的名字卻叫做 淋油光水凝霧 我就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實際上跟名字取得 好像沒什麼太大的關聯 可是整體而言 它各方面都是水准以上 那它擦起來也不會泛白 而長時間用下來 我們整個團隊也都沒有曬黑的問題 所以我們還是推薦的 接下來是台灣的品牌 是尼盡斯他們家的水感全效防曬乳 因為它本身就是沒有添加 夏威夷、帛琉他們法規 明定的會傷害環境跟海洋的成分 也沒有添加香精香料色素這一類 而我覺得它小小的缺點 則是它擦起來有一點油 那它又是乳液狀的 以我油性肌膚來講 我擦完大概不到兩個小時 我的臉就是充滿著油光 然後也會出油 就是還挺不控油的 而另外呢 則是防曬成分用到了 剛剛提到的水洋酸鹽 它會增加其他不好成分的吸收率 可是好加在這整體的配方上面來講 都沒有什麼太危險的成分 所以這個部分就還OK 如果你本身是中性偏乾性肌膚的人 那這一罐我覺得你使用起來 應該感受度會蠻好的 下一個也是他們家的 全天候極效抗氧防曬乳 一樣海洋友善 完全不會翻白 以化學性的防曬配方來講 這一罐真的相當的不錯 雖然它還是不控油 我一下子還是滿臉油光 也還是用了水洋酸鹽這個成分 可是比起上一支這一支來講 它擦起來更清爽 以我油性肌膚來講 我覺得膚感上面就友善許多 所以如果兩支要我推薦了的話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一支 勝過這一支 最後一個入選的品項 則是安耐曬他們的兩支 粉金罐跟粉藍罐 優點就是 無香精 無色素 不油膩也不會泛白 因為他們擁有了一個防摩擦 防掉的技術 所以可以延長他們的防曬時間 還能夠在碰到水之後 反而提升紫外線防護力的技術 所以它很適合擦去海邊玩 而他們一樣都是小孩跟孕婦 都可以使用的一罐防曬乳 缺點上面來講呢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缺點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三年來都一直推薦這個品項 好 真要說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它比較貴 因為它畢竟是專櫃的 還有另外一點呢 則是 如果你的肌膚不像我一樣會出油的話 那麼他們這個品項啊 如果你一整天擦下來 可能還是要卸妝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會出油 所以我用強力一點的洗滅乳 是可以洗得掉 但也因為它真的比較貴的關係 所以我就不捨得拿來擦身體了 這兩罐我基本上都只會拿來擦臉而已 而粉金罐呢 比起粉藍罐來講呢 擦起來更絲滑感受一點 所以相當的適合妝前使用 那粉藍罐呢 因為它的係數較低 所以日常通行還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長時間曬太陽 就會建議你要使用粉金罐 好以上呢 就是總結出來 幾乎50樣品項中 我們挑選出來的喜歡的 跟比較代表性不喜歡的 那我希望這一集的重點 不是讓你們知道你們該買哪個品項 而是讓你們知道 怎麼去選擇一個 對環境或對你有善的防曬乳 記好我們今天提到的 這幾個篩取的標準 相信呢 你之後走進店裡面 拿起防曬乳一看 你心裡就會大概有個八成底 你可不可以下手買 好以上的分享呢 希望你們會喜歡 但不管喜不喜歡 希望對你們都是有幫助的 畢竟這將近50支防曬 我們試用下來 我們整個團隊 大家都長了不少粉刺呢 所以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這部影片 給你們那一些 在夏天中 循循循循找防曬 但還不知道 怎麼挑防曬的朋友們 我們每個禮拜四的下午 六八部影片 我是達特六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